企哥 今天天陰陰 氣溫又冷 吃甚麼保身暖胃的好呢 對 今天帶你來這裡 專程找一個老闆 叫做啟哥 啟哥 吃甚麼 做蛇的 很專業的 吃蛇 我們今晚就要吃蛇 真的要看 因為我真的沒吃過蛇 啟哥 你好 你好 啟哥 你好 謝謝啟哥 這個呢 阿欣 這個就是啟哥 做了幾十年 都是做蛇的專業戶 所有做蛇竹 蒸蛇 燜蛇 蛇煲 專家 吃水蛇之前 先認識一下順德仁吃蛇的由來 其實就是因為地理位置是珠江三角 水系發達 獨特的魚塘生態有利水蛇的生長 所以順德仁就研發了各種煮水蛇的菜式 而啟哥就開了容貴第一間水蛇店 每天凌晨 他都會去廣州撿蛇 確保每一條都是這麼新鮮的 我們收到豬 fürs封抽 剛剛我們捞的蛇 炭調整桌的好食物 剛剛我聽聽啟哥說 他說吃蛇是行氣活血 對, 養顏美容的 女士聽到養顏美容真的抵擋不住 四哥, 剛才我們捉的水蛇 是炮製了哪道菜? 這是什麼蛇? 也是水蛇 這鍋也是水蛇 不過很特別 除了水蛇之外 這個水蛇 還有一個純德人叫什麼?你知道嗎? 有點像雞腿 有點像雞腿 是 這個純德人叫什麼?叫機械人 機械人? 其實這是什麼? 這是形容詞 這是青暗腿部 一塊肌肉 看起來也很晶瑩通透 對…很雪白 還有一件東西 你們經常罵人說水蛇樽這麼長 這些真的叫水蛇蛋 水蛇的樽 剛才我們捉的蛇 肚子很脹 沒錯… 好東西,你嘗嘗欣 這個我要先嘗嘗 為了這個節目 我決定豁出去 因為水蛇和青暗 我還是沒吃過 兩人沒吃過 對 嘗嘗欣 但是為了補身 就要跟觀眾嘗嘗什麼味道 嗯…我先嘗嘗 這個粥很甜 好像加了糖似的 因為蛇的鮮甜 還有用白果、紅棗和法菜煲 令它的甜味更加昇華 這顆就是水蛇春 嗯… 有什麼感覺 其實跟吃鮮甜的蛋黃差不多 對,本身是一個蛋 對 蛇的蛋 不過現在這個月份 還可以接受 過了去年 這個蛇蛋就會很堅硬 很實的,吃不到 現在這個時候吃蛇是最好的 最適宜的 最適宜吃蛇 很特別 真的有點像吃鹹蛋黃 因為它有點粉粉、沙沙的 對 爆開了 對 那個感覺很有趣 這個滋潤,我先嘗嘗 嘗嘗這個滋潤 嘗嘗很大塊 這個鄉間做的東西比較… 比較好看 比較好看 真的像在吃豬潤 對,沒錯… 它比豬潤更加滑 而且比較軟 真的,味道真的很像豬潤 很鮮 如果你不跟我說 你蒙著我的眼睛 我真的以為自己在吃 一個很滑、很軟的鮮豬潤 我一直以為蛇有很腥 或者是一種難以接受的味道 但其實不會 我覺得第一次 或者未吃過蛇的朋友 吃這個絕對不會抗拒 這碟是否剛才我們捉的水栗蛇 對,剛才捉了 啟哥捉的很長、很大條 就叫水栗蛇 水栗蛇,啟哥就把牠剝皮 現在這條蛇是焦鹽 焦鹽 已經剝皮來焦鹽 為什麼水栗蛇會用焦鹽這個方法 水栗蛇本身夠肥美 而且骨頭比較粗狂 我們一般喜歡吃的 咬下去比較有口感 哇,你的味道很肥美 對 好,我先嘗嘗 多謝恩,我先嘗嘗這個 它的纖維真的像雞肉一樣 一絲一絲一絲 吃起來很有咬口 這個吃法又不一樣 吃法不同,因為蟑鳥蛇 蟑鳥蛇,裡面的層次感 還有椒鹽表面的椒鹽 層次很分明 滲透了進去 很分明 裡面有的水分 外面有的焦香 非常不錯 如果怕吃蛇的朋友 我覺得嘗嘗這個會比較容易接受 因為它真的不像吃蛇 那條水蛇有蛇皮 你看上去有壓力 不然吃蛇的 但現在焦鹽了出來 就像你剛剛所說的 有一點雞腿的感覺 對,有一點炸雞腿 所以這個比較容易接受 正所謂秋風起,三蛇皮 如果在冬天想吃點東西 補身的話 記得來順德運 啟哥炮製全蛇鹽給你 沒錯…